很多人抱怨现在的社会不够和平,身边总是危机四伏,有人说是因为国家不够强大,有人说是因为国家对社会现状漠不关心,有人说发展真是发展在了没有用处的地方,但是还有人说社会很和平,只是人性不安稳,说来说去结果,就是说不够安全不够让人放心,但是真的不够安全吗? 如果放眼世界,这样的社会环境是多少人,梦寐以求的和平与公正,而这都是国家为人民制造的,是军事力量和理运用之后的结果,有人觉得国家一点也不提示民众,那是因为你只关注着不足,却不注意整体,有人会说发展那些军事大炮有什么用呢? 不如多安排几个地区,却不想如果不发展这些东西又如何对抗国际案例,如何保证自身的国际地位? 军事已经不再是单独的个体,而是政治的延续,军事已经不再是对外的武器,而是以一种威慑的状态存在,震慑着国内国外,军事影响这一个国家说话时的分量以及影响力, 成为国家接应的后盾,今天就让带你走进军事,一起去看军事中的名人名士,感受军事的力量。 十年前,美国大兵借口伊拉克私藏了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为理由,发动了一场长达十年的战役,这场战役使得数百万的伊拉克百姓变得流离失所,百姓一片哀嚎。 后来经过维基解密,才将美国大兵在伊拉克所上的错误事情爆裂出来。 土上是投降了伊拉克军官和士兵,倒在地上,双手抱头,希望能够得到美国大兵的手下留情,从他们的眼神中,可以看到恐惧与不安。 受伤的伊拉克百姓们张黄失措地逃跑,伊拉克士兵在四处地张望。 不得不说,美国大兵发动的这场战争说是为了自由,但是却让无辜的老百姓陷入水深火车之中,一个美国大兵用手抓着一个伊拉克平民的头发。 他们怀疑这个人是伊拉克的士兵,并进行了严加的讨论。 逼者看到这里不免觉得心寒,堂堂的世界警察,为何会做这样的事情呢? 一些牢里的囚犯曾经受过非常不公平的对待,美国大兵丝毫不把这些人的尊严放在眼里,让逼者看了不免对这些人感到心酸落泪。 见过这些军事叠人物大佬,以及了解了一些军事上的人与事。 大家对于军事有没有什么想法呢? 以前的人认为参军光荣,做一名保家卫国的军人是令人羡慕的,对军人很是敬仰。 但是现在却总是强调着军人为人服务占尽军人的便宜。 这样的做法与人之简直是社会素质的倒退。 所以,请好好爱这些在你不知道了的地方努力保护你的人,并支持他们一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